耶利米書 第五十章 上主給先知耶利米這個關於巴比倫和巴比倫人之地的信息 上主這樣說 你要向全世界宣告 絲毫不要隱瞞 要升起信號旗 宣告巴比倫將要滅亡 他的神像和偶像要被摘碎 他的神明比倫和米羅達要徹底蒙羞 因為有一國從北方來攻擊他 使他毀壞不堪 無人居住 者女將荒涼一片 連人帶束都要逃走 上主說 在將來的日子裡 以色列人要和猶大人一起重返家園 他們要哭著前來 尋求上主他們的上帝 他們要詢問 那通往耶路撒冷的路 啟程回家 他們要藉著黑骨銘心的永恆之約 將自己與上主緊緊相連 我的子民是迷失的樣 他們的牧人帶他們誤入歧途 使他們在山間流浪 他們迷了路 不記得怎样返回洋圈 凡遇見他們的都吞吃他們 他們的敵人說 我們攻擊他們絲毫沒錯 因為他們得罪了上主 他們真正的安息之所 他們祖先的盼望所在 但現在 你們要從巴比倫逃走 要離開巴比倫人的地方 要將羊群中領頭的宮山羊 帶領我的子民重返家園 因為我正從北方各大國集結一支軍隊 他們將聯合起來進攻巴比倫 將他攻下 敵人的弓箭要一次重的 絕不偏離 巴比倫要遭劫 直到侵略者悶在而歸 這是我上主說的 你們慶高采烈地 努略我簡算的子民 如同草場上的小牛 跳跳崩崩 又將總馬般世名 然然你們的家園 必定被羞愧此欲掩蓋 你們要排在列國的末位 淪為曠野 漢地和荒原 巴比倫要因上主的憤怒 變為一片荒廢的野地 路過的人都無骨悚然 所目睹的毀滅 讓他們窒息 你們這些巴比倫周圍的國家 準備進攻巴比倫吧 叫你們的弓箭手射殺他 不要亂識戰姿 因為他得罪了上主 要從四面八方向他發出 撕殺的納涵 看哦 他投降了 他的城牆倒下了 這是上主的復仇 你們來向他復仇罷 他怎樣對待別人 你們就怎樣對待他 你們要從巴比倫帶走所有中莊架的人 把所有收割的人打發走 因著敵人的刀劍 人人人都要逃跑 匆匆回到自己的土地 以色列人就像被群師驅散的綿羊 先是阿朔王吞吃了他們 然後是巴比倫王尼布夾尼撒 擊碎了他們的骨頭 因此天君的上主 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 現在我要懲罰巴比倫王和他的國土 就像我懲罰阿朔王一樣 我要把以色列帶回本土本家 得已在加密和巴山的田野吃草 並再次在以法連山地和基烈得到飽足 上主說 那些日子裡在以色列和猶大中間找不到罪惡 因我要赦免我全留下來的剩餘之人 上主說 我的勇士們啊 想去攻打米拉大雄地 攻擊彼國的居民吧 要照我給你們的命令 追擊殺戮和徹底消滅他們 要讓這地響起撕殺的吶喊 就是大毀滅的呼號 巴比倫是威震全地的大鎚 卻被砍斷 被打碎 巴比倫在列國之中荒涼了 巴比倫啊 你聽著 我已經為你設下了陷阱 你被抓住 是因為你對抗上主 上主已經打開他的軍械府 拿出武器宣洩他的怒氣 那要臨到巴比倫人身上的恐慌 正是天君的至高上主所作的 你們要從遠方來攻擊他 打開他的糧倉 擊毀他的城牆和房屋 使他們淪為斷壁殘滅 要徹底摧毀他 片雅不留 就連他的小公偶也要殺掉 這對他們同樣是可怕的 把他們全都殺光 因為清算巴比倫的日子已經到了 聽聽那些從巴比倫逃出來的人 在耶路撒冷所說的 聽聽他們述說上主 我們的上帝怎樣報應那些毀滅了他聖殿的人 要召喚弓箭首來巴比倫 要包圍這城 不讓一人逃脫 他怎樣對待別人 你們就怎樣對待他 因為他藐視上主 以色列的聖者 他的年輕人要倒閉在街上 他的士兵都要被殺 這是上主說的 主天君的上主說 看我你們這些狂妄自大的人 我願你們為敵 清算你們的日子已到 那一天我要懲罰你們 狂妄自大的國我 你要叛蝶扶賭 無人將你扶起 因我要在巴比倫角城點火 燒光他們周圍的一切 天君的上主這樣說 以色列人和猶大人受到欺壓 俘虜他們的人 拘留著他們 他絕讓他們離開 不過那夠屬他們的強壯有力 他的名是天君的上主 他要保護他們 使他們在以色列重享安息 巴比倫人卻將永無寧日 上主說 毀滅的都要攻擊巴比倫人 他要攻擊巴比倫的子民 他的官員和智者 那都要攻擊他衝衛的謀士 他們就變得懸惠 那都要攻擊他最勇猛的戰士 恐慌就抓住他們 那都要攻擊他的戰馬戰車和他國外的盟友 他們就都變得如同女子 那都要攻擊他的財寶 他們就全租劫略 那都還要攻擊他的水源 水源就富血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全地充斥著偶像 民眾瘋狂地愛慕他們 巴比倫即將成為荒幕的走秀和土囊的住所 成為貓頭鷹的家園 再沒有人住在那裡 他將永遠荒涼一片 上主說 我要毀滅他 如同我毀滅鎖多馬 我摩拉和他們鄰近的城鎮一樣 那裡將無人居住 渺無人煙 看我一支大軍從北方以來 一個大國和眾多軍王從遠方起來攻擊你 他們配備了弓箭和長矛 他們盛情凶殘毫無憐憫 他們騎馬前進 昇如大海怒孝 巴比倫我 他們擺開戰陣前行 要來毀滅你 巴比倫王聽見關於敵人的情報 嚇得混身法院 一陣陣劇痛抓住他 就將婦女臨產一樣 我要來 將從若彈河從臨跳出來的獅子 撲向牧場的綿羊 我要把巴比倫趕出自己的土地 並任命我所挑選的領袖 誰能與我相比 誰能向我挑戰呢 哪個統治者能违抗我的旨意呢 你們要聽上主的計劃 他要攻擊巴比倫和巴比倫人的土地 就連小孩也要像綿羊一樣被拖走 他們的家園也要被摧毀 呼喊聲震撼大地 巴比倫被攻佔了 他絕望的哭喊聲響遍全世界